让烦恼自解脱的秘诀是什么? 巴楚仁波切说,从自己的心开始 那么心又是什么? 怎么样让心看到它自己而解脱呢? 大家好,今天众生文化要介绍的好书是 看着你的心 原点作者是巴楚仁波切 试问作者慈让仁波切 心始终与我们同在的 可是我们却总是看不见 当巴楚仁波切被他的上师 猛打一顿后醒来的煞挪 自解脱的那心是什么呢? 本书中的一礼是巴楚仁波切 自己修行的经验与诀窍 是大圆满成佛的深奥方法 如实修行,心性自然解脱与证悟 这次摘入的内容是日常行住坐卧的行持 也就是不论任何时候都要守护自己的心 观照身口一三门于明空五二中 以四行仪为道用之方法 行走时 大修行者行走时 莫作狂乱跑跳状 身心松缓自然中 不屑互心而行走 这是讲行住坐卧四种位移中行的部分 首先说到走路 一个修行者在走路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应该不要像一个处在放育懈怠中的人一样 任意地狂乱跑跳 甚至心念散乱放育 而是在走路的时候 也应该让自己的身心处在非常松缓的状态中 内心保持着正念正知不放逸 在这样松缓安住的情境中 不懈怠地在行走中守护着自己的心性 当我们坐着的时候该如何持守自心 也就是修行者在安坐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不要让自己的心念像珠串一样 身体虽然坐在这里 但念头却好像念珠一样 一个接着一个相续不断 不要这样 安坐的时候 首先要把身体坐直 直挺地安坐 心也比较能够安住在决性坦路的状态中 也就是说 当行者安坐的时候 要让身心都处在心的明觉本性当中 躺卧时 大修行者躺卧时 切莫昏睡如死尸 以尸子墨而安眠 融入无散明光中 结束一天的闻思修 在入睡的时候不要如同死尸一般 失去不放逸的心念 最好能向佛陀示现涅槃时 以尸子吉祥卧的姿势入睡 同时在尸子吉祥卧睡的姿势上 我们的心要能够不离于修持 也就是说 最好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心能够安住在心性光明当中 纵使没办法安住心性光明中睡眠 睡觉之前 心里面也要时事提醒自己 不离开修持 达到心不离修持的睡眠 饮食时 大修行者饮食时 加持饮食成甘露 观修自身为空行 即尽愤怒本尊重 心性无散尽忠实 行者饮食吃饭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将自己所吃的食物 观想化成甘露 加持成为甘露之后做供养 观想我们自身是极尽愤怒 文武百尊的坦诚 供养坦诚中一切本尊胜重 所以是观修自身为空行 己尽愤怒本尊重 行者应当这样做供养 同时安住在自己的心性 安住在毫无散乱的去饮食 行住坐卧 行住坐卧任何事 空性无别尽忠做 自心与佛无分别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住坐卧 以及饮食的威仪 都要如坐上修一样 去守护自心不放异 例如走路的时候 要实时安住在不放异的自然状态中 身心非常松缓 内心带着正念正知 不放异的去行持 这样走路的方式 就好像大象走路的样子 松缓缓一步步的走 就好比我们在禅修四念柱中的深念柱 即使在走路的时候 我们的意念都要安住在 所踏出的每一步 自己的心都要细念在那步伐上 在安坐的时候 要特别提醒自己 不要让内心不断生起 各种贪嗔等等妄念 安坐的时候 姿势要掌握好身体的要点 最好就像在禅坐的时候一样 采用譬如七肢做法 七肢做法的要点当中 身体的坐姿是正直而松缓的 这是最重要的要点 所以禅修的时候 要采用譬如七肢加福坐 平常行住坐卧之间的安住 至少要保持身体正直跟松缓 当我们的身体能够实时保持松缓 自然而然我们的心也能够松紧适中的安住 身心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对境 但是两者有很深的关联 当我们的身可以放松的安住时 心自然就能够处在比较松缓的状态中 所以身体的要点就是保持正直 而心的要点就是安住在自心坦露的觉性 或是心的光明觉性中 在安住时 有时候可以持气在腹部 保持自然的呼吸 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持中气 借着这样持气也能让我们的心处在不散乱的状态 持气的修持口诀中常常会提到 当我们身体保持正直的时候 身体的脉也就正直了 身体的脉直了 在这当中运行的气自然也会顺畅 我们的气跟烦恼妄念 或身体的各种造作业等等息息相关 脉中的气顺畅 我们的心就会稳定正直 这对禅修很有帮助 坐上坐肩都不离空性之境 经典中也记载了关于四行仪的开示 譬如《华严经》的进行品 开示了许多关于日常生活应有的行为细节 与修持律仪要点 包括内心如何安住 外出的时候内心应该如何的思维 安住等等 这里的口诀特别提到的是 行住坐卧以及饮食等 当我们睡卧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安住在心性光明中 同时身体保持狮子吉祥卧的姿势入睡 心里可以观想上师跟自信恶者无别的融合 安住在自信中 或者观想自己所修持的本尊 阿弥陀佛或任何一位本尊 以光明笼罩着我们自信 无二无别的安住在心性的光明当中 总之 无论在行住坐卧或做任何事情时 要时刻的安住在与空性无分别的智慧当中 也就是所做的一切事 要随时不离空性的境界 能这么做的话 意味着心随时能安住在空性的境界当中 这样在行住坐卧时 自信与佛也是无二无别的 如果能够这样修行 众使不是以一坐一坐的方式做禅修 在下坐之后日常所有的一切 行住坐卧也都会成为修持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很难每天24小时都细念 安住在观修当中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尽心串洗心性 将它融入在生活中 将会让我们的禅修快速地进步 这是因为相对于坐上修来说 下坐后的修持机会非常多的缘故 所以别忘了提醒自己 一有机会就要安住在心性上修持 以这样积极的方式 我们坐上的修持也会很快就有所提升 当有一天死亡来临的时候 我们心里若不去想有任何后悔的话 现在就要像以下所说的这样去修持 这个修持是什么呢 就是要因依巨格之上师 我们应该要了解巨格的上师是怎么样的 并依照经序当中所说的去依止巨足传承与正量的上师 因离世间细论行 也要远离杂烂世间的各种细论作为 苦行精进 须能安忍独自助山苦 须能断舍衣着之贪求 须有煞挪无散之精进 须要具有能够忍耐独自在山林里修持的安忍心 须能耐苦精进修持的坚毅心念 对于平常生活中所需的衣物饮食等 要能耐苦 没有任何的贪酌 为了修持佛法的缘故 能够坚毅修持苦行 要以煞挪也没有散乱的修持者 以这样的心念精进修持 远离过度贪值的心念 同时需要没有任何恶缘的见地 恶缘的见地就是没有任何能锁恶缘的执着 或没有恶缘分别的正确见解 除此之外 还需要能够不散乱地安住在光明当中 然后日夜相续不断地去做观修 在所有一切的威仪行持上 需要没有任何的作意跟取舍的心念 最究竟要证得的是 自心与佛没有分别的果位 也就是说 我们要得到的是究竟的果位 在修持大手印大圆满的教法上 我们需要守持戒律与三昧耶的誓言 而最重要的三昧耶是什么呢 是心无贪酌 就是内心不要有任何的贪爱执着 无论在人前人后都是诚实的 内心里面没有任何贪酌 皈依之后 我们需要守持戒律 无论我们所领受的是 小乘的别解脱戒 大乘的菩萨戒 或是密乘的三昧耶戒 我们都要非常诚挚地去领受 并且实在地在人前人后 或是没人看到的时候 都谨慎持守着戒律 这里特别提到无有贪值 所谓没有贪值的誓言 就是在大圆满心性观修上 最重要的誓言 就是离贪值 也就是需要对于 所有一切世间的妙欲受用等 没有过度贪值的心念 要舍弃成为一般凡俗工作者 才欲名利营生者 追求权利名声者 如果你不舍弃这些的话 心性的观修将会逐渐地沦为散乱 如果能够舍弃这些的话 就能够坚固地持守在自己的心性上 如果能够坚固地持守心性 最终能够成就佛果 那就是佛 八楚仁波切说 我们不需要向外去找寻所谓的心性 也不需要透过苦行 刻意地努力 或有意地造作各种条件 才能找到心性 心性它也不是那种必须经过许久岁月的等待 或长时间观修磨练 才会得到的一种礼物或赠语 因为心无时以来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 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 我们所要做的仅仅不过是向内看着心 看着你的心 不管它升起什么或没有升起什么 就这样向内看着你的心 松缓地安住在这觉知中 众生好书分享 我们下周再见